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迪 今天怎么有空过来 上次狗失踪的案件我听说咯 你们做得不错 最近客人们都开心地带着他们的宠物来光顾可拉雷呢 迈克哥哥武安 谢谢你的夸奖 安迪 你们来啦 很赏信用哦 小爱武安 听雪糕说 你有事情找我们 上次狗失踪的事件你们做得很不错呢 迈克哥 我最近常听客人们反映一个状况 什么状况 最近客人们反映家里的宠物身体状况变得很奇怪 很容易生病 又查不出原因 我发现他们有个共通点 都是让宠物吃东沙公司出产的饲料 有这回事 所以我想你们是否也能帮忙调查看看 好的 这里的宠物大部分都是他们的饲料 若会造成身体问题 那可不行 既然如此 不要耽误了 安迪 我们快走吧 小蛋咧 过节老鼠又出现啦 大家快给我上 什么过节老鼠 本姑娘可是有称号的 况且小镇可不是你两斤独有 你嘴巴给我放礼貌点 这只死肥猫 这两人真是半斤八两啊 怎么又要额外惹事了 苗 生死小岩 咦咦咦咦咦咦咦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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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咦咽咦咦咦 咦� chcia launched 凉鸡 凉鸡 下次可以不要那么虚空 有这么好邀功的机会 我怎么可能会超过呢 主委别闲聊了 赶快前往东沙饲料工厂查看吧 洛基说的是 我们出发 到了 这个郊区建筑就是东沙饲料工厂 如果我们能前进工厂 找到饲料生产原料表 就可以用这个当证据 请政府处理了 那边的朋友 救命啊 那位姐姐身后 是机器人 是机器人 而且很张牙无装的攻击人 为什么我们会组神仙鬼局 先打跑他们 帮助那位姐姐再说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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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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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wh wh 技 小弟弟 谢谢你救了我 我叫做朱丽安 是真相电视台的记者 我是为报道东沙饲料工厂的食安问题而来 你们呢 你好 我叫安迪 是黑猫小队的领袖 我们跟姐姐一样 是为了食安问题来的 哇 你竟然有自己的小队 好酷哦 实时 我们正打算切入工厂 找到他们使用黑心原料的证据 啊哈 想不到你小小年纪也重视食安问题 真是不简单 可是你还是小孩子 哪有办法进去找证据 我刚刚本想质询厂长 但因为没有相关证据 就被机器人赶出来了 朵拉 你生后怎么会跟着一个机器人 因为我刚刚跑去角落吃点饰料 他就供着我来了 为什么要擅自脱队行动呢 大家备炸鸟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现在工厂里到处都是机器人 遇到外人就攻击 十分危险 或许我们可以一起想想对策 安迪哥哥 我们刚刚才认识这个大姐姐 史高可以相信她吗 应该没事的 朱莉安姐姐看起来不像坏人 安迪 你在跟动物说话吗 是的 我有这副动物翻译耳机 可以跟动物对话 能有这能力真是太酷了 好棒啊 我也想这样跟我家的朱莉亚说话 它是我的猫 不如这样好了 我家朱莉亚曾经数次成功潜入工厂过 干脆让她带领你们进去吧 原来如此 有熟悉路线的向导就太好了 谢谢朱莉安姐姐 好 你等我一下 我去叫她来 这位女性真是美丽又爽了 不过 古云红颜过水啊 能祸害我的 只有乔可宝贝你而已哦 谁要祸害你啊 走开了 卡士达 乔可很善良的 才不会害任何人呢 这里好热闹呀 我是朱莉亚家的朱莉亚 请多多指教 出现得真迅速 阁下刚刚是藏在哪里 你好 你简直跟你的主人一样美丽 虽然还差我的乔可宝贝一点点 谢谢你的夸奖 那我就为你们领路前进这座工厂吧 谢谢 麻烦你了 朱莉亚 这边走 走这条路仅被机器人最少 嗯 这位小姐跟她的主人气质感觉好像 我想 所谓主人有宠物脸 大概就是这道理吧 他们将机密文件都藏在一个保险柜里 保险柜在最里面的房间 不过 那间房间附近通常会有比较多的紧币机器人 你们瞧 又来了 就麻烦你们打倒他们了 不过 不过 谁 就算了 心想要解决定 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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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下判斷保險櫃應該就在這間房間裡了 沒錯 我們進去吧 有了 角落那個又大又重的櫃子 一臉就是長得像保險櫃的樣子 喵 小蘇妮 那蘇冰箱 喬克 保險櫃在這邊才對 不過 怎麼啦 怎麼了 上了密碼鎖了 對了 我們並不知道密碼 李雅 你對機械最了解了 有辦法破壞這個保險櫃嗎 苗 我研究看看 這保險櫃看來無法從外面破壞 可能還是得知道正確密碼才行 蛤 這下可頭痛了 該怎麼辦呢 請不必頭痛 開鎖這件事是有方法可以解決的 我曾看我的主人湯妮做過 當我們轉保險櫃轉牌 轉到正確的數字時 卡榫的聲音通常會跟轉到其他數字時不同 所以 我們只要請聽力非常好的貓狗邊轉邊仔細聽 是有可能成功打開保險櫃的 是有可能成功打開保險櫃的 我明白了 那就拜託李楊試試看 當然 這麼有趣的方法當然要試一下伸手 你們太厲害了 坐等保險櫃打開 我也是 希望打開裡面有吃的 安迪 看起來不會進行得太快 又有緊備機器人來了 他第一次在旁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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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没人觉得我们在这里待夜酒 会引来更多警备机器人吗 着急 瞧 这种程度的机关只是少菜一碟 哇 李昂 你技术太优秀了 我翻翻看 有了 这点文件应该就是了 让我看看 太酷了 没错 这就是东沙牌饲料的生产原料表 这位朱莉娅小姐很清楚这一切的样子 你也这么感觉吗 你也这么感觉吗 亲爱的太太先生 既然拿到了 我们赶紧出去吧 秒 警备机器人涌来了 好不容易拿到证据 不能就这样被阻扰 各位 上吧 任务发行 和声 有天天 是 终于 杨绍 和声 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传实了 我们先到那个转角转一下 可以吗 前方有人的样子 就依照这计划进行 后续就交给你了 那我先走了 刚刚离开的那个孙女 亲爱的珍珍小姐 怎么了 没事 应该是我看错了 什么人在那里 又是你们这群小朋友们 好久不见 前阵子才见 这人出现在这里 又想干什么 这句话是我要问你们的 你们竟然私闯别人的工厂 这样可不行 哼 这工厂也不是你的 讲的一副你就没思闯似的 这 你到底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 你以为我像那种把阴谋和谈拖出 然后让你们来打倒我的愚蠢反派角色吧 你是为不同小律的继承人 我倒想问你一句 你知不知道二十年前玩具师最厉害的是什么 制造有巨大破坏力的玩具吗 冰高 没奖品 你到底想做什么 让我制造的玩具陪你们玩玩 你们能击败它吗 大家注意 全力备战 将冒状 好 再次攻击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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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给朱丽安姐姐吧 我想应该不需要再转给朱丽安小姐吧 我就知道逃不过白雪姐姐的眼睛 你们在说什么 我都搞糊涂了 因为我就是朱丽安啊 哇塞 这是什么新要素啊 难怪呢 亲爱的太太先生 我们的直觉果然没错 哇 真是令人讶异 亲爱的珍珍小姐 朱丽安姐姐 你这里是猫还是人呢 我是能变身成猫的人 至于怎么变的 以后有机会再慢慢解释吧 我先去把这些资料 与我之前搜集的证据做个整理 再交给镇长召开爆料记者会 谢谢你们的帮忙 客气 能问镇上的动物们服务 是我们的荣幸 这样东沙公司后世大概不行了 听说陶德旗下的真美味食品公司 将退出宠物食品 取代东沙的市场 陶德先生也要卖宠物食品 刚刚那位魔术师到底是什么角色 我看你们对他颇有敌意 以电玩游戏来讲的话 应该就是大魔术 这个魔术师 是最近让我们有点头痛的人物 真有趣 看来也是颇值得令为关注的对象 我也来查查看有什么内幕 总之 之后出任务 如果需要人手 我跟朱莉亚随时待命哦 先走一步了 非常感谢朱莉安姐姐 安迪 看来我们又替小镇 解除一件危机了 苗 应该是吧 能说是 他究竟是什么人 雪糕认为 我们先回可拉雷 跟麦克主人报告调查结果吧 同意同意 顺便大家喝一杯咖啡歇歇 走吧